祝你们的生意观 阿Kin 阿Kin 嗨 看一下 多了一分钟 大家好 我是阿Kin 今天很开心 因为 我今天真的是不得不分享她的见证 因为 我觉得 我们平时去超市 去shopping 买一包米 或者一桶油 14kg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很重 这样刚着走很重 可是她是在身上 10年 差不多10多年 可以想象整个身体会很笨重 很辛苦 很累的那种感觉 所以今天 我们就通过Zoom 线上 从新加坡邀约她来跟我们分享 等一下呢 我就让她来自我介绍 她真的是有很多很多一罗罗的见证 好 就事不宜出 我就把麦交给她 来我们的Winni 大家好 我是Winni 我是来自小湾佩拉 目前我定居在新加坡 Hello Winni OK吗 你那边先录 Hello OK 可以听到吗 可以可以现在OK 听到吗 听到先听到 现在OK OK你可以continue OK 我就讲我怎样去 接触到这件Aleva pants的开始 好 我真正接触是在 2019年的7月 就是差不多一年前 嗯 我是经过一个 好心同事的征送 因为她知道我的身体状况 其实反反复复差不多 7、6年的时间 嗯 自从我2014年回去马来西亚 做小饭过后 身体状况就图现了蛮多问题 肥胖当然是我从年轻就一直 所谓的一直胖到 最重高达116公斤 在2018年的时候 然后呢 我动了一个大手术 动手术过后 是差不多2019年的2月 我的体重就有降到 呃 差不多是112公斤 这样上上下下 嗯 就是说在百亿公斤的以上的上上下下 嗯 我也试过 看中医 真酒也做了 中药也吃了 也试过看西医 因为我导致我的左脚 乞丐很痛很痛 我甚至连我要站起来 要走路的时候 我一定要先抖我的腿 就是说 让他的根 松一点 我才能开始走动 嗯 然后我根本没有办法 上下楼梯 如果真的要上楼梯 我一定要扶着 一步一步的走上去 哦 然后看西医 医生总会讲一句 你要减肥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我百多公斤的身体 负荷不了 我的双脚负荷不了 所以医生讲是我体重导致 我的脚的疼痛 我的根很紧啊 嗯 最后 也尝试了 一些产品 有好转 有好转 可是又再来反反复复 没有 没有完全的好 我可以这样子讲的吧 哦 然后直到 2019年7月 我一个老同事 得知了我这样的情况 我很感恩 他就送了我一件 Alora pants 我是穿男装 5XL 最大件的那件 哈哈 可以穿女装 所以我就尝试吧 没有 没有亏本的嘛 对吗 所以我就做工的时候 我有穿 就是这样子穿 也没有去在意啦 也没有去注意到 到底说对我的身体状况 有没有什么改变 其实之前呢 我有很多问题 就是除了脚最痛的以外 腰痠背痛这些肯定会咯 然后 有你做小贩的关系吗 对 很累吧身体 然后就是 夜尿咯 一天晚上可以起来 三次四次 一直去小便的 这样你根本都不用睡觉哦 对啊 所以它会影响到我的 我的睡眠 影响到我的睡眠 所以 就是因为睡眠不好 所以导致所谓的 新陈代谢缓慢 嗯 我的那种肥肤 是肥肿 臭肿 那种 看得出 因为你修照片给看得到 对 然后还有就是 烟尿咯 刚才我有讲咯 烟尿 然后就是 脚筋 嗯 我不懂你们有没有 抽筋 小腿抽到甚至大腿 内侧 真的很痛很痛 连晚上我自己 我都不懂要躺好还是 站好还是蹲好 我连蹲都不能蹲 那时候根本没法蹲 就是痛到很痛 就是痛到很痛 差不多 抽筋真的很痛 有 我相信有 有试过的人都知道那种痛 对 而且我是差不多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抽筋 哇 只要我稍微 只要我稍微就是脚这样我把那个脚拉直去 我一拉到它它就会抽筋了就是那种感觉 哇 时不时而来的那种就对了啦 对对对就是说我不小心一拉到它我就会抽 很痛的真的那种感觉真的很痛 痛啊 肯定很痛 我就没有去 我就这样子穿咯 嗯 也没有真正去去去去去去观察说到底对我本身有没有很大的改变 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是很了解 Alora Pence对我们身体能 能产生的什么反应改善和效果 嗯 所以直到我2020年就是今年 1月我就搬回来新加坡定居 搬回来之后 坦白说 因为我每天在家 我懒惰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去哪里我就不需要穿 懒惰穿 偶尔穿 喜欢穿 就穿就是这样子 或者是有 两天打鱼三天晒网 哈哈哈 差不多这样就是说 想穿就穿 有时候 我感觉想穿就穿就是这样了没有去感觉 但是那时候我1月出来新加坡的时候 我的体重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去看医生那边我称的时候 是差不多是102到104的之间 其实那时候体重已经像这样了 我自己没有去感觉 因为我没有习惯称啊 我没有习惯去 去称我的体重 可是你穿衣服穿裤子你不会感觉到的吗 会松 会松 但是也没有去想说 那不是这件 阿罗拉 带给我的改善 坦白说那时候 还在那种 不是半信半疑 只是说 没有去想到 没有去注意 也不相信自己 也不相信自己会 心下来那种 因为已经习惯了 10多年习惯了百多kg 一百一十多kg 十多年还是不成三 我就习惯了 我以为就是 就是这么重吧 ok 然后 到了 我出来之前还是摆 摆 一百零多 一百零二 一百零四 这样 我就ok了 没有去想这样多 刚才我有讲 我出来还是偶尔穿嘛 对不对 对 但是 现在 这边也是 你们那边 MCO 这边也是 Secure Breaker 就是说 没有的出门嘛 每天就是在家而已 对 照常吃 可是 坦白说 我的饮食习惯 我有一点点的改变 就是说 我 白米饭 我点少吃了很多 肯定我们自己的 饮食习惯 也是要有改变 对很重要 而且我也学会了 吃 比较多的蔬菜 哦 也有 多简单的 自己乱动啦 拉筋这样拉那样 就是 简单的运动啦 因为 嗯 像医生讲 叫我去保护 叫我去走 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的脚太痛了 嗯 痛 我的左脚太痛了 我走路很辛苦 嗯 然后 直到 直到现在 嗯 嗯 我就发现到 直到现在 差不多两个星期多前 嗯 因为 因为 那天我的手这边痛啊 你们讲那种 扣子 嗯 我就去看医生一下咯 嗯 因为很痛 去看医生 去医生 去医到医医 医生要教我们量血压 嗯 量体重啊 嗯 我的血压其实一直以来 嗯 自从动过手术过后都ok的 差不多是 129 有时 125 有时130 啊 90 有时80处多 这样算是医生算还ok 我是有在吃每天吃一粒 分量最少的最小的那个 啊 高血压的药啦 嗯 嗯 当我扎上去那个撑的时候 97kg 哈哈哈哈 我这几天 我我又再站下来 那那个护士看住我 我又再站下来 是吗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哦 我说 miss啊 97啊 是啊 我就啊不休 我就静静不要出生 你不要问他穿坏 然后回来我自己一直把 胡生搞这个问题耶 嗯 真的Kim 嗯 差不多10年啊 我的体重没有降过 100kg 百出没有少过 很多很多很多年 我也不记得了 嗯 所以这几天我就 我记得那天我联络回你 对吗 我很开心 我就跟你 miss jiu分享 我赶快打给你们两个 分享我讲 原来 我最后我自己 反响回去 嗯 其实 alora pants 穿过后 可能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所以因为我看你们 之前的见证有些 哇 几天又几个星期 嗯 就产生效果 对那时候我没有去在意 因为我根本 没有看到效果嘛 对不对 对你几乎前半年一直讲没有效果 对 你也懂哦 那时候对不对 所以 我相信是因为我的 不要讲体重先啦 讲我的脚 ok 我的左膝盖 所谓一直带给我这么大的疼痛 嗯 至少现在我可以走 走路了 走去体力 这样走去那边走回路 走去差不多15分钟 他还有视频给我看 我可以 上楼梯了 是 然后 他刚刚还有秀给我看他上楼梯的 你看 他可以慢慢的上楼梯 对 至少说是一脚一步一脚一步上去 之前是踏一步 就是怎样讲啊 两只脚 上了一局 再上一局 一步 就是一步一步再一步 我不能这样子挂 我不能像我们这样正常的 哦 对 哇 好辛苦耶 我也是很意外 我也是很开心 尤其是 我的脚跟 我前一阵子 嗯 我还一直有那个 不懂是风湿 还是总之我的小腿的外侧 嗯 我还去教我子女哪个 又给我每天大 哇 又又 然后那天看到我自己我跟你谈了 你叫我说 穿回去 努力穿 每天穿 哈哈哈 早知如此啊 全老一点穿就好了 哈哈哈 哈哈哈 现在没有到 对啊 所以 现在 那颗头也不见了 哦 哎 我现在想 我想知道你的抽筋 因为你讲你的抽筋 时不时的吗 我很久没有 坦白说 现在我就是像我慢慢回想起我之前的抽筋 我很久 我回来 不要说很久 自从我穿过后到现在我回来新加坡过后 我的脚没有抽筋 哇 所以 我的业尿也改善 哇 以前三次吃 现在呢 现在几次 没有 没有 没有感 我 我所记得是没有 没有起来 有起来 哦 你是说 对对对对 偶尔还会有 一次 两次这样 不是这么平凡 不是这么平凡 很好嘞 对 对 对 我觉得超级的 我现在很开心 今天我是很开心 我要真心的去跟你们分享 而且 你们也给了我一个 很大的鼓励 我身边的家人 我身边的朋友 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鼓励 就是 我要听话 继续每天 穿 Alora 然后刚才对 这样听话就对了 刚才你讲的 你的手麻痹跟腰痠的问题 有没有帮助到 我 改善了很多 我如果说没有了 很难去说服 对吗 对对对 但是我很久没有犯了 我可能说我很久没有犯了 手没有麻痹 腰也没有痠 最主要最主要 我最开心的是我的脚 真的没有这么疼痛了 减少了很多很多 除非这样 我还没有试过出去走整天 因为现在我们不能出门 对不对 对 等我这边可以开放 就是说可以出去行走过后 我去试一次去走一个比较远的路途 我来让大家知道那个效果 对对对 真的很棒 不是很棒 我现在有给你们看一下他收下来的见证 我share那个screen给你们看 我刚刚才整理出来的 你看到吗 你看到镜头吗 这个就是他 在去年的8月份 他不是很群绕的穿 然后呢 跟最近MCO 这个月才比较全老的穿 这差别啊 这就是从112kg 瘦到98-97kg 有啊有啊 大家有看到吗 看得到吗 有耶 很夸张对吗 我自己看的都开心耶 你看他的照片 他的屁股都下垂了 你看哦都 最重要是那个堵男啊 你要不要给大家讲一下那个你的裤子 本来没有想过可以穿的 我 怎样现在给你们看 还是什么 站起来看 没有没有 就是你之前讲 你放在衣橱买了很久了 我有送你一件 我有送你一张照片是吗 我有穿一条 一件brow color的短裤的 brow color的啊 哦那个我没有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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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是那件裤子 是我买了六年 我根本没有办法穿上的 扣不到的 嗯 我现在可以穿上去了 我很 哈哈哈哈 因为我自己买了 然后我还跟我自己讲 我一定要一天我要穿上你 我终于穿上了 哈哈哈 对 哈哈哈 哎 哇 你很夸张的 哇 恭喜你啊 终于卸下一包米了 卸下一包米了 一桶 那种感觉 我也是很开心 我很开心 你们一直这样子来 不断的 不创期的一直鼓励我啦 因为我不相信我能收下来 坦白说 嗯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什么 最后我自己有去 听你们讲解了 我自己有去了解 到底什么是远红外线 嗯 为什么这件裤子 不是 因为这件裤子是 多么好 所谓多么好料 我们可以讲好料啊 身体 对 但当我们真正去了解到它的科技 它对我们身体 能产生什么效果 什么反应 嗯 那个是最主要的 我觉得 对吗 对啊 所以我觉得它 帮助了我血液 循环改善了 明血液流通了 嗯 提升了我的新陈代谢 嗯 所以我才会 看到今天这个效果 其实就是我们本身的 本身自身的那个 那个新陈代谢的问题 嗯 对 血液循环 好的话呢 所有的问题都会 慢慢的改善的 欸 真的是很好耶 最后的最后 Winnie你有什么想要和大家 呃 分享 呃 我反而不习惯那种 就是一直 就是所谓的 我是一直以来 都是肥的 嗯 但是 如果肥 不美 无所谓 对不对 但是肥影响到了身体的健康 才是最根本 最严重的问题 我也希望 真的 因为现在年龄慢慢大 我也不希望说 有什么毛病 大毛病出现 因为so far 过去四年 我的medical report都好 每年做的检查 我的血糖ok 我的那个 肚固醇没有 我只是有一点的高 医生checked out 然后血压 暂时还 现在还算是ok 之前是没有 是那时候 因为可能 一般年我动手术的时候 一直紧张 一直紧张 所以那时候我的血压 有飙升一阵子 嗯 所以医生才叫我吃药 不然之前 18年之前 我是没有吃高血压 不需要吃高血压的药的 嗯 so 我也是很担心 因为毕竟我家族 有 呃 高血压 好像我本身哥哥 也是一个喜剩者 嗯 所以我们 而且我有一个三姐去世 也是因为 红斑囊仓 就是免疫系统 嗯 对 破坏的原因 对 所以种种种种 我也不希望我 我胖到 什么毛病都来 对吗 我自己也会怕 也会担心 对啊 所以 我想鼓励大家说 就是说 我今天很开心 有这个机会 来跟你们分享 我自己的一点点的改变 当然 我更要努力 更坚持的去慢慢 健康的瘦下来 我今天其实我很开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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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要去排斥先就是去用心努力穿一定会看到效果 可能就是像我本身我的效果是就是后面 比较慢 逐渐 逐渐 逐渐的转变 因为 新陈代谢缓慢 是 所以 当他调了好了 他自动会改善 时间的问题 对 是啊 所以 谢谢Winnie的分享 所以 Winnie的见证 分享 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 不怕 我们不怕慢 我们不 有些人 可能你在Facebook你看到 或者你看到有些身边的朋友 为什么他可以穿这样快的 为什么他见证那么快的 可是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 所以Winnie呢他很坚持的穿 虽然他没有每一天24小时穿 可是他很坚持的就是偶尔穿偶尔穿 他也能够让他的身体的这个肥胖的问题 摆脱 所以 可以从110 摆脱110kg的命运 现在呢他的体重是97以下了 所以现在是在 有时98 因为有时不一定的 对 97 总之 他没有 总之 不要再超越100 你看到吗 坚持 坚持 10个月 他前后10个月这样穿了 在无形中发现了很多小毛病的改善 最重要 最开心的就是 他的膝盖的问题 因为肥胖 上半身过胖 保持他下半身他的腿 支撑不到他的这个体重 所以其实 因为这个Arapens呢 帮助他 在日 应该说是 不知不觉中 所以呢 镜头的朋友们 FB的所有的朋友们 如果呢 你身边 你已经拥有了Arapens 或者你在考虑着的话呢 OK 已经拥有的话 一定要继续穿哦 不要以为好了 就把他丢在一边哦 一定要继续穿 让他去让你的血液循环去改善 然后呢 在考虑着的朋友们 这样子呢 今天哦 一只脚的 如果我们的脚哦 不能走路啦 很痛的话啦 你哪里都不能去啊 对吗 所以呢 你赚几多的钱咯 都没有用的 所以呢 我们的分享呢 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所以呢 这边呢 谢谢大家 Michelle跟你讲用心穿 谢谢你们 所以 谢谢Vinny哦 所以我们期待Vinny哦 下一次哦 就见证好不好 OK Bye 谢谢